2024年總統大選 在副手人選加進來之後呢 藍綠白三組對戰組合 全部都就定位 而我們今天下午呢 來到師範大學 我們來聽聽這群學生們 怎麼看哪個副手加進來之後 更加分 論副手的話 我覺得趙少康 但是總統副手的位置 其實重要性沒有多高 所以我還是傾向於刻印 重要的是總統的能力 何友宜他 我個人認為何友宜是比較適合 讓行政院長隔魁那種類型的 論一個國家的領導者 還不夠隔 這個 柯穎嗎 為什麼 我覺得他比較務實 你本來就支持柯穎這三組 對 他好像有去歐洲議會那邊的那個 演說也是蠻厲害的 對 就覺得好像不會輸給小美琪 你之前都好像比較喜歡柯穎配啦 你怎麼看 我比較 還是這個吧 這次藍綠白鶴你有沒有覺得就是 鬧得不太好 一場鬧劇吧 對 就結束了